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我是瑞娜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Apple Arcade這個月租遊戲平台 這是在Apple Store裡面 另外拉出來的一個分頁 Apple Arcade於2019年9月19日正式上限 第一個月可以免費試用 第二個月開始每個月會收170元台幣 截至目前為止 Apple Arcade已經上限9個月了 那上面也有破百的遊戲 以付費遊戲來說 每個月170元不算便宜 今天想介紹五款Apple Arcade上面的遊戲 這些遊戲是我最近常常玩 然後會讓我繼續訂閱Apple Arcade的原因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這五款遊戲吧 第一款遊戲叫做Assemble with Care 這款遊戲是由紀念碑谷這個團隊所開發 相信大家對紀念碑谷這個遊戲並不陌生 紀念碑谷是一款以解謎為主的遊戲 而這款Assemble with Care則是以劇情為主 在這款遊戲中我們將操作維修工馬利亞 幫助小鎮貝拉瑞瓦的居民修復他們的物品 故事的每一章節都會有主角與居民的對話 這些對話都有語音配音 讓玩家更體會這些居民的情緒 加上背景音樂可以更感受到這個故事所呈現的氣氛 非常建議遊玩此款遊戲的時候要開啟音樂 在這裡播一小段對話給大家聽 這款遊戲屬於解謎類的輕鬆小品 機械修復的操作不會太難 在遊戲中如果遇到卡關也會有溫馨的提示 玩這款遊戲就像看完一部有生漫畫書一樣 很適合輕度休閒的遊玩 只去細細品味它的劇情 第二款迷你公路 迷你公路為迷你地鐵所開發的新遊戲 遊玩的方法跟迷你鐵路非常的相似 我們將在房子間建立道路 讓每個居民都能到他們想要去的地點 在遊戲裡可以選擇洛杉磯、東京、慕尼黑等各種國家的道路 利用馬路、高速公路、橋樑等等 讓我們的居民可以順利的到達目的地 在遊戲中每一周會獲得不同的道具 這些道具會有馬路、高速公路或是橋樑 讓我們的居民可以順利到達目的地 高速公路可以越過之間的建築物 直接到達目的地 綠燈可以讓進行的車子有規範的依據 讓你的道路規劃更完善 居民可以更順利的到他要的地方 如果你喜歡迷你地鐵這款遊戲 千萬不要錯過迷你公路 迷你公路的遊戲難度我覺得有在稍難一點 也有不同於迷你地鐵的玩法 增加了這兩款遊戲的壽命 很適合兩款遊戲交替著遊玩 第三款Tango Tower Tango Tower是喜歡推理解謎遊戲的玩家不能錯過的一款遊戲 在手遊上很少數可以玩到這樣子的偵探遊戲 遊戲玩法我覺得跟逆轉裁判很相似 在遊戲中我們將扮演偵探 調查Freya為什麼會死亡 在地圖中我們可以調查線索 並透過這些線索與居民對話來找到兇手 遊戲中也會有抑制解謎的小遊戲 通過遊戲之後可以獲得有力的道具來幫助劇情的推進 可以使用調查到的道具來詢問居民他們的想法 這款遊戲還有個很大的特色就是每一個對話都會有語音配音 塑造了角色非常獨特的性格 讓遊戲的質感大大提升 這邊我播一小段語音讓大家聽聽看 -有一個印象劇 -有一個印象劇 -一個印象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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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遊戲還設計了需要釐清邏輯思考的遊戲玩法 需要湊出一個完整的句子 當句子正確之後 才會有正確的想法來幫助遊戲劇情 这款游戏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我很喜欢它的美术 它的配乐 它的声音 让我真的是一头栽进去想要赶快把这个游戏破解 第四款Murder Mystery Machine Murder Mystery Machine是一款警探解谜游戏 在游戏里我们会扮演警探卡山多拉到命案的现场 调查现场的证悟去厘清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谋杀案 调查地图场景可以找到证据开启逻辑图 每一场游戏里面都要找到相对应的答案才能通关 这款游戏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用逻辑图的方法来去引导思考 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真的需要大量的运用脑力 将相关的证悟串联起来才能接锁新的对话 或是找到新的证词 需要有这些新的证词才能符合通关需要的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你要找到凶器是什么 嫌疑犯是谁 为什么有这个作案动机 提出正确指控之后就会进入评分的阶段 使用的提示越少可以获得越高分 这款游戏到目前为止都有在继续更新它的游戏内容 当你完成全部的关卡之后 再等个一两周 你就会发现这个游戏里面又有新的关卡可以继续游玩 因此让我觉得制作团队非常的用心 不过这款游戏玩起来真的非常的需要脑力 所以当你下班累了之后 我就比较不推荐你玩这款游戏啦 第五款Beyond a Steel Sky Beyond a Steel Sky是一款美式漫画动画风格的游戏 在游戏中我们将扮演罗伯特寻找被绑架的孩子 故事以高智慧的机器人为背景 在游戏中我们会利用骇客工具等等去破解一些谜团 游戏方法跟前几款比较不同 画面是3D的操作方法 我们操作角色在地图中行走 并跟其他的角色对话寻找线索 整体游戏在移动的自由度上是很高的 很像在看美式动画的感觉 这款游戏除了解谜也有冒险的要素 并在其中探讨许多的议题 像是AI或是社群或是政府监控等等 这是探索解谜外剧情量非常吃重的游戏 很适合慢慢的花时间细细体验 游玩时间比较长 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探索世界跟看每一个玩家间的对话 我自己在玩这款游戏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 我玩到一定时间之后会有3D运的感觉 这种画面对我来说是比较不舒服的 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剧情游戏的玩家 或是你对这种机器人议题或是政府监控的议题有兴趣的话 都很适合玩这款游戏哦 最后我来分享一下我对月租游戏平台的看法 会有这篇文章出现 是因为之前帮卡提诺论坛写文章的时候 下面很多网友留言提到他们并不会愿意花钱去玩游戏 在当时的文章里我介绍了Tangle Tower这款游戏 那有很多人反映说游戏竟然还要用月租的 这样也太贵太不划算了吧 那其实Apple Arcade可以第一个月免费 第二个月才开始付费 那你可以先挑好你有兴趣的游戏在第一个月游玩 那当后续有出你有感兴趣的游戏的时候 你可以再花钱订阅 你可以一次只要订阅一个月把你想要玩的游戏玩完之后 第二个月就把这个付费取消掉 等你之后有想要再玩再付费就好 因此我认为Apple Arcade这个付费方式并不算太贵 但是重点是需要挑到你有兴趣并且你喜欢玩的游戏 除了解谜类的游戏之外 我自己也有玩一些比较偏经营类或是动作类 也有RPG的游戏 那我会再把它分成不同主题 分享Apple Arcade上面有趣的一些游戏 让大家参考 大家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游戏 免费试玩看看 而且这些Apple Arcade上面的游戏 大部分都是以前在Apple Store 卖得很好的游戏团队所做的游戏 因此整体的游戏品质很好 大部分的游戏评价也都很高分 希望你喜欢这次推荐的游戏 你们有玩过Apple Arcade上面的游戏吗 你对什么样游戏类型的游戏有兴趣 或是你有什么推荐好玩的游戏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分享哦 谢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介绍游戏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每周更新游戏相关介绍的影片 除了最终你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周发布的通知咯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